好 好吃 好吃 我觉得可以 因为它可以取代非常多东西 我都会教你们 做一个地方 而且我一早上 刚刚来做贝果啊 烤骨汁超好吃的啦 我觉得很夸张耶 原来可以这么好 嗨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到一连串的气炸烤箱料理 这一次我用的是 我的好朋友阿东 起家湿木鱼白虾的黑鱼 有大的跟小的 然后还有玉米块 还有它的鸡腿 我通通全部用气炸烤箱来做 然后气炸烤箱它有六大功能 所以我有的时候呢 用炙烧 有的时候用烘焙 然后用强风烘焙 或者是用气炸 不同的功能都可以使用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一台是不是太大 或者是说没有地方放 事实上我跟你说 如果太小台 你根本什么事都做不了 思考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地方来放它就对了 那它可以替代你的气炸锅跟你的烤箱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大小其实是刚刚好的 我可以同时间把很多食材一起放进去 我只要去判断 它已经炸好了 我就可以拿出来 比较久的时间就还留在里面 那可以先进先出 后进后出 就是你自己去看它气炸的状态来判断 那事实上用气炸烤箱料理啊 一点都不难 我大部分的温度都设定在大概200度左右 时间我就一次先转到底 然后我里面放很多食材 那记得气炸的时候啊 它的油不是往上喷 它是往下滴 所以那个烤盘我就会放蔬菜 就像画面中看到的南瓜啊 甜椒啊之类跟精类的 我就会放蔬菜在下面烤 一方面油滴下来可以烤蔬菜 那一方面你可以同时完成好几道菜 在这一段使用气炸烤箱的日子来啊 我觉得反而单身或者是两个人 三个人的小家庭 更适合用这一台气炸烤箱 气炸烤箱可以变化很多料理 然后它也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 因为它不用预热 食材的话如果你要解冻 当然它烹饪的时间就会更短 那如果没有解冻的话 有的时候它是可以把肉汁 都全部包在里面 也很好吃 不过时间就会拉长 所以大家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的使用概念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怎么善用我们的器具 我们科技的进步 来让我们自己生活更便利 那现在的团购时间只有两个礼拜 所以要把握哦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